字幕志愿者 李渊之一 《苏林直》 《仙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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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城城》 不行不行 啊啊啊啊 慢点 这不贴表哥吧 啊不行不行 我不下去 对我来说 就感觉有点痛苦 我现在练这个 五三一二一 对我不来刷 这是幸福的瑜伽 幸福的瑜伽 86了 81 76了 你今天74了 我68 我为什么跟你说 我们是幸福的瑜伽 我带你去看一看 带我去看一看 这几天呀 我们幸福的 全在这个瑜伽里头 叫我老孩子 给你们从头到尾的断一断 你们填一填 还有这个重磷 磷脉脉脉脉 也是一种能做吧 嗯 因为我价值高 经济时候是小到客观 光临会宽了 6256 一斤出的七两米 光寄出了246斤 四两 每斤十五块 光收入了3690 我去一边塞到元原 二十六六七天 秀满了老年遇见 健身丹 于二十六年 去生成了子 近五天的训练 一多人一生理开旋 修路 驾灯 通水 种林卖增收 脱贫 在王大爷的日记里 育狗粮村过去几年的变化清清楚楚 尤其是对于家 他们有着别样的情怀 爱笑的张阿姨总说 于家对村里人的影响太大了 张阿姨口中的卢书记 叫卢文正 是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驻育狗粮村第一书记 2016年春节刚过 他第一次来到育狗粮 你看现在藏上这些瑜伽的文化 包括这些花草还有护栏 但是在我2016年来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 路的周围 因为首先这都是土路 然后周围就是老百姓堆的那些 不知道是多少年的柴火 或者是烂七八糟的东西 你在村里边你见不着年轻人 看到这种情况以后 可以说真是心里边 瓦凉瓦凉 玉狗粮是位于 晋蒙郊界坝上草原的一个小村庄 距离县城63公里 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级贫困村 在这个坝上高寒区 除了土豆和油麦 能种植的经济作物有限 年轻人纷纷外出大工 留守的是110多位画家老人 现在有很多都是因病之贫 都是老人身体不好 我们找不到扶贫的办法了 我就后来看人家老百姓 人家在看上那时候坐着 而且那个腿还特别平 这样一个画面 我脑子里边 我突然联想到就是啥呢 城市里那个瑜伽 我们要不先把大家组织起来 锻炼锻炼身体 你看咱身体好了 就可以少生病 少生病你会少花钱 那么将来找到了扶贫的办法 有了扶贫项目以后 你还可以干点活 后来我跟大家约定 我买了点手套 谁来就发一副手套 后来那瑜伽店来了以后 我把这个店就发给大家 所以领了瑜伽店以后 那几天人还真挺多 用卢文正的话来说 他就用这招先把人凑来 就这样收了卢文正东西的乡亲们 留了下来 跟着他学瑜伽 再后来 卢文正把乡亲们练习瑜伽的短视频 发到了微信公众号里 时间长了 育狗粮的老人们 练瑜伽的事就被传开了 国家体育总局 社会提制到中心 主管瑜伽的工作人员 给我打来电话 他们说这个事情非常好 要坚持 13号给我打了电话 15号就在中国瑜伽的官网 就发了一篇文章 叫最美乡村瑜伽 育狗粮 而且在文章里面还用了一个词 叫中国瑜伽第一支 就这样 很多老人也因为瑜伽 走出了育狗粮村 更值得让大家开心的是 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 火炬传递现场 他们在第85号火炬传递区 德盛村沿线进行了表演 这是你们的合影 您在哪儿呢 哪个是您 应该过来在这个儿点 你们这都是过来给人帮忙的 都是帮忙的 睡家有会儿干会儿 就是五六个菜 在育狗粮村蹲店采访的最后一天 刚好碰上出差回来的党职部书记 鲁文震介绍我们认识时说 这是村里去年才当选的新之书 叫张鹏成 完了就想是能借助这个瑜伽 搞一些什么乡同理由啊 民宿啊 完了搞那个特色种植啊 有年轻的加入吧 将来育狗粮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如今村里建起了藜麦加工厂 已经开始试生产 待到今年正式投产 还能提供就业岗位 鲁文震和张鹏成商量着 育狗粮还要围绕瑜伽做规划 建一个以老年瑜伽健身 休闲 避暑 度假 康养为一体的中国瑜伽第一寸 这是育狗粮人的所想所愿